宋代诗人王安石在其所作的诗词《阴山画虎途》中,结尾有这么一句。 契丹义烈,汉耕作,飞降自老南山边,还能涉虎随少年。 王安石在他的作品中用这一诗句去描述宋朝时期契丹族的发展,将其与汉朝时期的匈奴进行比较。 契丹族在强盛的时候,其影响力之大甚至超过了中原王朝。 可是,就在以契丹和辽作为国号,建立王朝之后,仅仅过了218年的时间,盛极一时的辽国就被迅速崛起的金国所灭。 在此之后,辽太祖耶律阿宝基的八世孙耶律大使,他带着几十万的契丹族民众向西边迁移,又建立了西辽王国。 可惜的是,西辽王国最终又被大蒙古国所灭。 在契丹民族逐渐衰落的过程中,其族称也逐渐开始出现了变化,直到现在,人们似乎已经淡忘了契丹族曾经的存在。 现在如果谈及契丹,人们大概只会想起金庸老先生的作品《天龙八部》中,那个出场自带背景音乐的契丹南院大王萧锋。 那么问题来了,契丹族的几百万民众在王朝灭亡后到底去了哪里呢? 他们后来又发展成如今的哪些民族呢? 说出来让人感到意外。 下面分三个阶段带你了解。 第一阶段,契丹的起源和发展。 其实,契丹族的起源也有着属于自己的神话故事,但史学界普遍认为,他们的来源可以追溯到东湖族系鲜卑之中的宇文部,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曾经建立过国家。 其族称最早出现在魏书中。 具体在北魏时期,契丹中的八个部落仍然各自为政,用马皮和皮毛与北魏做贸易往来。 但由于游牧的生活方式并不能养活、持续增长的人口,再加上资源越来越有限,他们又频繁地入侵北魏的边赛。 在公元628年,也就是大唐贞观二年,契丹酋长大赫氏摩会带领部族正式归附唐朝,被唐太宗李世民赏赐以旗鼓。 从此以后,旗鼓就成为契丹族中权力的象征。 在二十年之后,唐朝在契丹族九个部落的居住地设置松墨都督府,以当时的联盟长大赫氏哭歌作为都督,并赐以理性。 这个时候的契丹族与中原王朝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 到了唐玄宗执政年间,一直影响中国北方的突厥部落逐渐衰落。 在公元七百一十五年,也就是唐开元三年,契丹的酋长大赫氏施活再次投奔唐朝,被唐玄宗封为松墨郡王,并赐以理性。 唐玄宗同时又将东平王外孙杨岩寺之女封为永乐公主,并将其嫁给了李施活。 由此契丹贵族与大唐皇族连结成了婚姻关系。 在公元七百四十五年,作为可突于后代的古利培罗杀死突厥白眉克汗,由此推翻了突厥汉国的统治。 契丹族开始步入新的时代,逐渐成为唐朝和其他后来中原王朝的强大对手。 在整个公元八世纪的初期,契丹族与唐王朝的关系时好时坏,但始终保持着基础关系,所以实力得到更大的增强。 到了公元八世纪中期,他们终于摆脱了由百于大唐王朝,突厥和回狐汉国之间的尴尬处境。 在公元九世纪的中叶,大唐王朝摇摇欲坠,回狐汉国覆灭,突厥被取代。 契丹族终于摆脱了其他势力的控制,正式成为了北方最强的民族。 到了公元十世纪的初期,在军事和政治天才耶律阿宝基的带领下,契丹族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帝国, 也就是大辽帝国。 大辽帝国一共维持了长达二百多年的统治,其政权始终以北方草原为中心。 在几代英明皇帝的领导下,其政治体制也不断地得到优化改革, 还建立起了前所未有的游牧和农耕两套体制兼备的社会机制,开创南北面关制度。 可是在公元一一二五年,随着女真人的崛起,大辽帝国轰然倒塌,享国二百一十八年。 此刻仅剩耶律大使建立起来的西辽,继续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 可惜到了公元一二一八年,西辽又被大蒙古国所灭亡,享国仅九十四年。 最后到了公元十四世纪的末期,契丹族基本上在史书上消失了。 那么问题来了,数量高达几百万的契丹人都去了哪里呢? 第二阶段在历史进展中分散。 首先不可否认的是,契丹族所建立起来的大辽帝国, 其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辽朝属于中国历史传承的一个重要部分, 北宋王朝都曾经沦为了他的附属国。 辽朝曾经与五代十国、北宋、西夏、大理、吐蕃和喀拉汉王朝等政权, 持续对立长达二百多年的时间。 尤其是在与北宋、西夏的对峙中, 被历史学家称之为再一次的南北朝。 这次大对峙,为之后忽必烈大元王朝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正是由于这一特殊历史背景的存在, 在辽国的存在期间, 中国又进行了一次规模空前, 影响深远的民族大融合。 契丹族不断地迁往北京、河北、山西、陕西、 山东北部等地区开始与汉族逐渐融合。 在辽帝国的内部, 渤海人、汉人、回湖人、党项人、女真人, 他们主要从事的是畜牧业和农业两门经济, 同时手工业也相当发达。 而这一长期混合现象, 给后来契丹人的消失带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第三阶段,契丹人真正的下落。 无论是完颜阿古达建立的金国, 还是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 女真人的崛起都是一个奇迹。 完颜阿古达起兵的时候, 士兵才区区一千人, 族人也不到一万人。 而推翻辽国统治, 建立金国之后, 女真人不断地进行自我扩充, 军队的人数最终也超过了几十万人。 在这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 女真人为何能发展得如此之快呢?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他们吸收了渤海人、契丹人、 汉人和部分朝鲜人等其他民族。 通过这一脉络, 我们也可以清晰地认识到, 如今的满族之中, 有一些人的祖先就是契丹人。 而且同样的例子, 在蒙古人和汉人的身上也同样存在。 成吉思汉的大蒙古国消灭西辽王国的时候, 就曾在西辽王国大量征集兵力和吸纳各路人才。 目的就是让蒙古族的优秀成员不断增加, 以至于逐渐拥有了征服全世界的凶悍铁骑。 在大辽王朝历代皇帝开展的人口迁移中, 有超过几百万的契丹人迁入到中原和辽东地区, 后来也逐渐地融入到了汉族之中成为古代汉人的一部分。 但是如果要问, 在现代社会中是否还存在拥有纯正血统的契丹人呢? 答案是肯定的, 他们就是如今的达沃尔族。 在其族群内部, 高达90%以上的人, 其祖先都是契丹人。 达沃尔族现在属于中国56个民族的成员。 现今主要分布于 内蒙古自治区莫利达瓦达沃尔族自治旗,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沃尔族区, 厄温克族自治旗一带。 其他少数居住在新疆塔城、辽宁省等地区。 在大辽王朝灭亡之后, 达沃尔族的先民迁徙到 黑龙江以北。 达沃尔族在清代以前使用的契丹文, 如今已经失传, 现在仅靠口述来传承历史。 清朝以前的历史较难考究, 但是根据达沃尔族的相关传说, 以及达沃尔人与契丹人, 生产、生活、习俗、 宗教、语言等方面的对比研究, 使学家大多认为, 达沃尔族属于辽戴契丹的后裔。 当然,同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 达沃尔族是由当地土著先民发展而来, 但是使用科学权威的遗传物质技术 进行对比验证后, 最后的实验结果表明, 达沃尔族与契丹族 有最近的遗传关系。 而且, 根据民族学家的分类, 他们的语言属于 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之, 在清朝以前还使用着契丹文字, 目前使用的是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新文字。 总而言之, 如今虽然没有了以契丹族为名称的民族, 但其后代依然广为存在, 并且已经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 成为了其中的重要成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